花蓮民意国小及池季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代表花莲参加2023韩国餐饮国际大赛 其2023加拿大国际餐饮大赛分别荣获金牌银牌还有铜牌的好成绩 既拜会市长魏佳燕获得赞赏及肯定也在拜会县长徐珍贵 肯定学校为孩子们所做的努力 色彩绚烂的翻糖蛋糕、糖霜饼干、星空棒棒糖等造型甜点摆上桌 吸引众人目光,由金智烘焙老师黄湘涵带领的民意国小及池季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日前代表花莲宪参加2023韩国餐饮国际大赛及加拿大国际餐饮大赛 分别荣获金银铜牌好成绩 既日前拜会市长魏佳燕,再拜会县长徐珍贵分享喜悦 石山梁的巧手及用心备受国际评审委员青睐 不仅是花莲为二的两位参赛者 更在5000位来自各国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勾勒出花冬圆明服饰、图腾等图样更将在地食材融入作品 学生表示,长达三四个月的制作还要辛苦地将作品完好运至国外 比起读书更享受翻糖艺术 花莲宪府肯定得奖学生的努力 更肯定学校和老师为学子所做的协助 让孩子能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成就 目前花莲各国中开办记忆教育课程 正是希望同学能借由记忆学习 从多样试探课程找到适合自己现象之群 逐渐肯定自己 充实随时的乐趣和自信 希望花莲的孩子都能肯定自我 了解未来专长和方向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